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来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那我就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泄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处理方法 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令到这个问题真真正正解备解决呢 那我这个节目是有大家可以用打电话来 和我一起参加我们讨论的 那我们那个电话是21341134 我们那个封烟的电话是21341134 好了 今晚我又很高兴又请回我们上一次 和我们大家聊天的朱企平先生 那我上次其实都已经讲过一下 原来James G 他在几年前就写了一本书 那这本书就叫做The Simple Signs of Being 那原来James 他过去很多年来都是不断研究一下 我们很多不同的教人造人的课程 那大家相信都听过Live Dynamic Live Dynamic在香港曾经盛行过一段妥长的时间 那近年有Landmark 那有些叫做Avatar 那其实这类的坊间的其实课程都是相当之多的 那主要是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或者很多人是帮助他寻找一个成功之道 那其实我们小时候 我们爸爸妈妈都尽量都是教我们做人的 那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家庭的教育方法 那当然现在今时今日我们的香港的学校里面 都有很多这些课程的 就是情绪的处理 和大家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群体的生活 那不一定是因为宗教的角度去看 那其实很多学校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那James我们的题目大家听真一点 他说是简单的做人的科学 我只是说做人的艺术 好笑用科学这件事去教人怎么做人的 那一定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系统或者一个步骤 那如果你去这样做 那你的预期的效果就是很容易看到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都知道臭小朋友是挺辛苦的 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发展的方向都很不同的 那我认识 我有一个在美国有位同学 是脊骨神经科医生来的 那他原来他有 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他有十二个小朋友 今时今日 有十二个小朋友的家庭是非常之少的了 那但是他可能因为是宗教的信仰关系 那他认为生儿育女是一个上天指定的任务来的 那所以他的太太也都很落雨 不断地帮他生十分仔 那最后我就认识 就是我大概两年前 那回回去我们那些所谓的reunion 大学的reunion 差不多好像二十五年的reunion 那大家都问他 那当然很明显我问 就是他这样的经验 他当然是自家教育的 有十二个小朋友 他也不是住在大城市 他自己当然 你看看屋里 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的屋 那他用的车 是差不多小型巴士的了 不可能做那些我们的八人车 七人车都不行了 十四人van的起码 小型巴士的 那我就问他 就是那么多的子女里面 就是他们的成长过程 和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呢 记住他们是一个很相似的环境 因为不是香港有不同的工人 有不同的小朋友 他们基本上是自己帮助自己的 大的臭小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的成长环境是很相似的 但是他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 走出来的小朋友的成长 最后他们的性格 他们的态度 其实都很不同 那所以呢 就是怎么样叫做教人做人呢 是一个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那其实很多家长呢 我觉得都是拗头的 我们都不断去问那些专家了 那有时候香港的 现在今次今天香港的家长呢 如果有小朋友呢 他很多时候都会上一些课程 就是学一下 然后怎么样去正确 所谓正确的 那个 那个 就是培训那个 家庭的小朋友的方法 那所以呢 就是说 就是到头到今时今日呢 大家都觉得都很难说呢 就是 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晰 很明显的 科学的方向呢 或者一个方法呢 是可以帮我们呢 是真真正正的呢 是提升我们 每个个人的解决问题 那个能力啊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留心听一下 James 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这么多年来的心得 好 好 多谢你 嗯 那么呢 就 首先我说一说 那个背景 我怎么样 發展这套 所谓简单的做人科学 你啊 余医生你刚才说的 说得很对 通常呢 那些人说是做人的 艺术 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人真是明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某些人会有某些行为 为什么呢 你自己 会做某些行为啊 某些动作啊 其实呢 是绝对是有个原因的 只不过呢 通常呢 我们是不明白 看不到这个原因 所以呢 所以呢 变成了呢 大部分人呢 就是不明白 啊 究竟那个来龙去墨 是怎么样 那我们唯一呢 唯有的办法呢 就叫他作为一个艺术 其实绝对不是一个艺术 是有那个 来龙去墨的 当你明白了 哦 原来我这个行为 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的 那么呢 起码呢 你有一个 可能性 来去 自己 管理 自己的行为 可以 将自己的行为 改变 是很容易 可以改变得到 不需要 许多功夫 那么 我现在呢 首先讲讲 背景 背景 那么我在 七零年代 那时候呢 我就在美国 读书 就畢了业 结婚 生了个女儿 那时候很开心 那么呢 就突然之间呢 有一日呢 我太太呢 就提出要离婚 那么我那时候呢 就是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么呢 就 因为这个打击呢 那我就 立了一个 这个志愿 就一定要了解 究竟做人 是为了些什么 那么我 当时呢 就 很幸运 就有一个朋友 就刚刚 做了一个 course 叫做 LifeSpring 其实LifeSpring 跟香港以前的 LifeDynamics 是同一个教法的 只不过名字 是转了 那么我就去做了 这个LifeSpring course 之后呢 那我也 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你问我 学了些什么呢 我说不出 没法解释 是学了些什么 但是呢 就很明显 我自己的思想 开始有些变化 那么 接着呢 我就去做了 叫做 EST EST 的founder 是一个美国人 叫Warner Erhard 其实呢 LifeSpring 和LifeDynamic 那套方法呢 都是在Warner Erhard 那里抄过去的 就是LifeSpring 和LifeDynamic 那两个founder 就是一个始创人呢 最早期那时候呢 是Warner 教出来的一个trainer 来的 那他后来自己离开了 又自己就自立门户 那我做了EST training之后呢 之后呢 接着就一年十年呢 不断地做很多 那些advance course 就是高级的课程 做了很多很多 那我当然呢 受了很多的好处 把我自己的思想啊 变得很开放啊 我不断去思考 去怀疑 了解很多新的东西 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但是呢 如果你问我 喂 你在那些 course 上学了些什么 我总是说不出 想着问 都说不出 究竟是什么 那我就花了很多年 继续去想 那我一个92年 就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呢 那么呢 我也在那里不断地想 直到差不多1996年 那时候呢 我就有个所谓 突破 上这些 course 的人经常用的这个字 叫突破 即是一个break through 即是突然之间了解了一些东西 那我呢 那时候呢 就创了这个 simple signs of being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呢 原来 我们做人的那个behavior 是一个model 我可以画得出来的 用一个flow chart 因为我是engineering training background 所以什么都可以用flow chart 来代表的 那我就直接画了一个flow chart 这个flow chart 就很clearly explain 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 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做某一样东西 很清晰 因为 经过这个电台的format 我没有展示给你们看 那个diagram 那些东西 那个flow chart 所以我这次呢 就会比较简化了它 就不会去到整个flow chart 那么复杂 是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在大学教这个 course 那我就可以很 详细地 所有整个flow chart 解释很清楚 那暂时呢 我就很简单说 Introduce一下这个concept 首先 我们人的行为是怎么样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 假设 你们现在 坐在家 不在家 因为家是私人地方 假设 你现在在一个 酒楼里面吃饭 在一个包厂 即是自己有个房间 你和你家人坐在吃饭 突然之间 门打开了 有一个人拿着枪进来 那你自己问自己 你当时 那个立刻想做的行为是什么呢 我现在问你了 Alex 既然你在我对面 如果你在一个包厂里 吃饭和你家人 突然之间 你见到有一个陌生人 拿着枪进了你的房间 你即时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会即时打量一下 我周围的情况 看着这个人 想做些什么 是 那就再想下一步 是 非常之好 那通常 大部分人 可能没有你这么冷静 通常想躲走 或者想躲藏 或者想躲藏 都是这样的 即是这样的 即是要离开危险的情况 再假设 过了不到一分钟 你发觉 咦 拿着枪后面 有个人 拿着镜头 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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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立刻 你立刻的行动会变成什么呢 噢 拍电影而已 是的 那你会不会再急于逃生呢 不用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那么需要 为什么呢 你现在看到 原来可能是在拍电影 起码就不会急着找地方躲藏 没错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显示一样很简单 就是我们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见到那个人拿着枪 你看这件事的point of view 即是观点是什么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 很明显 一个人拿着枪 通常人的观点就是 有危险 有危险 对不对 这个观点很简单 这个观点 因为有这个观点 而引起你一个行动 行动是什么 逃生 是 就这么简单 跟着 当你一见到 如果背后有一个cameraman 那这个观点 即时会变 是 由危险 变为 拍电影 是 因为你的观点一变 你的行为 很自然就会跟着变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的行为 我无论是哪个人 是完全没有分别 东方人 西方人 老年人 年轻人 甚至乎动物 所有的生物 完全是一模一样 他的行为一定是 和他的观点 连在一起 是好像有一条锁链 把他绑住 是分不开的 如果你的观点是危险 我如果叫你不要逃生 是很难的 我禁不住你 如果有条路可以走 你就会走出去 有十个人都禁不住你 你一定会拼命想逃跑 明白吗 因为你的观点是危险 你一定会逃跑 但如果你的观点一变为安全 你很自然就不会逃跑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这件事很少人知道 就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观点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譬如他想戒烟 想减肥 是做来做去不成功 就是因为他的观点 没有改变 他只想改变行为 是没有用的 你如果不改变观点 只想改变行为 是绝对做不到的 换句话说 譬如很简单 举个例 你家里有个小朋友 是很跳脾的 如果你不了解他 跳脾后的观点是什么 你想叫他不跳脾 是很难做得到的 是 你如果想他改变行为 你一定要了解他背后的观点是什么 很多可能的观点 有些心理医生都知道 譬如举个例 他想得到你的关爱 你的attention 他会故意做些事情出来 让你注意他 那小孩的观点是什么 我要 爹地妈妈留意我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观点 他会特意做很多事情 来使你们做父母 留意他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观点 你想改变他的行为 是不能改变的 但如果你了解了 只是一个例子 我不知道他真正的观点是什么 你如果了解他背后的观点之后 你就有可能 改变到他的行为 不是改变他的行为 而是改变到他的观点 那么他的行为自然而就会变 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观点和行为是连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有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看出去这个世界 看出去家庭社会学校工作 什么都好 我们都会有某种观点去看他 通常对每一个人来说 我们看出去的世界 那个观点 就是世界就是这样的 用过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看出去这个世界 我们不会想 我有个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从我们眼中看出去 就是这样的 世界就是这样的 你明不明这个分别处 他习惯上要这样 不可以每次要定一定 就是换句话说 这个所谓观点 他直接是透明 他看不到他有个观点 而他的观点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呢 很简单 当你和另一个人有任何争执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 你有你的观点 他有他的观点 但你们为什么会有争执呢 因为对你来说 你的观点 是唯一是对的 对他来说 他的观点 亦唯一是对的 你们两个人都不会想 哦 我们有争执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你们不会这样想的 你们从你的观点看出去 你只会看到 我是对 他是错 就这么简单 从他的观点看出去 我是对 你是错 就是因为这样才会有争执 因为对方是错 你是对 所以你一定要争 明白吗 如果你了解到 哦 原来我有我观点 他有他的观点 那便无需争 因为每个人观点都不同 争来干什么 明白吗 所以这个又有另一个概念 亦没有人知道 就是我们每个人 看出去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就是这样 不是 只不过是 我的观点看下去 这个世界是这样 是 中间是有观点的存在 通常人们是看不到这个 以为 哦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不好的 或者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或者这个世界就是 无论你怎么看 你可以放不同的 description 都是fit 你下次 你如果不了解这个 你下次 你下次 和另一个人 有任何的 争执 argument的时候 你便会留意到 哦 原来 你看出来的 和他看出来 是不同的 那 接着 我想问一问各位 包括你 Alex 如果我有一个实物 例如我这个标 我想问一问 看这个标 有多少个可能的观点 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个教授 其实都是说 你现在所说的 他们做了一个模型 那模型 就是有不同的四个方面去看的 他就叫我们 你从这个箱子装进去 当然 看出来的东西 和另一个箱子看 有不同的 其实他当时 已经解释给我们 这个概念 我经常都有 就是 Look at you in other people's shoes 一般都有这样的说法 你要跟别人的角度 去了解别人 去了解别人的心情 他的看法就是这样 你的看法就不是这样 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做法 大家都看到 是 就是 观点的角度不同 是 有不同的感受 起码 但是 当然 很多时候 这会帮助我们 这会帮助我们 调解很多的糾纷 但是有时候 有些糾纷都不是说 因为 你看到他的观点是这样 而他的争执 是对你 和你直接有冲突的时候 那你也不会说 争执 因此而消解到的 未必的 首先 一步步来 首先 我要重复回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 是 就是 我如果有一件物体 在你面前 是 我想问 有多少个可能的观点 来看这一件事 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 你一定要明白了这一点 有多少可能的观点 如果 现在你放了一个标 我现在坐在那里看 我基本上是一个角度看的 有多少可能的观点 是无穷尽的可能 你可以前后左右去提论 没错 答案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但很少人知道 你刚才说出来了 就是无穷尽 任何的物体 你看下去 可能观点是无穷尽 这个其实可以用数学来 prove 得到 用逻辑来 prove得到 是 那么我就将它 引入这个 不是看实物 而是观察任何的事 我就说 有是无穷尽的可能的观点 就是无论看任何东西 什么东西都好 是有无穷尽的可能的观点 是 我一定要解释清楚 是可能的观点 当然 你刚才也说了 你看这支标 只是用一个观点去看 换句话说 我们通常看出去的事物 我们只有用一个观点 由无穷尽之中 我们选择了一个观点 去看那件事 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那一个观点 就是由无穷尽那么多观点 我选择只有一个观点 也是有一个理由 在后面 有一个来源 我现在大概 就说一说 这个来源 我不会深入去探讨 我告诉你 有三个来源 是 第一个来源 我叫做 Genetics 遗传的因素 和我们的Gene 是扯上关系 是 第二个 我叫做 Believe 英文Believe 你可以中文叫做 信仰 信仰 或者是迷信 是 信了的 第三个 就是 Experience 经验 那 遗传呢 就是 我刚才说了 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的 我暂时就不看这一件事 Believe 这个信仰迷信是什么呢 就是你小时候 你妈妈爹地教你的东西 你再大一点 你的老师 朋友 教你的东西 你再大一点 你看电视 看报纸 学回来的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 所谓迷信 或者信仰 或者是信 你不要说迷信 或者信仰 总之有一个信字 英文叫Believe 你信了是这样 究竟是否这样 你不知道 譬如 袁医生 我知道 你感受很强的 我举个例子 现代医学 那个有效性 经过你的研究 是非常之低的 是 是 你刚才都说了 只有20% 即是用西医的方法可以治好 80%的病是治不得好 但是 你如果走出去街上 问任何一个人 西医是否有效的 治病 我想 大部分 绝大部分 都说是 是 那这个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信 因为 为什么呢 是没有事实证明 这件事 但是因为他从小到大 听妈妈 爹地 老师 电台 电视 报纸 传媒 每个人都说 西医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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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信了 那对他来说 就变成一个事实 这件事 因为这个信 影响了他的观点 所以影响了他的行为 所以如果这个人 生了癌症 他就会看西医 虽然 你如果自己做过研究 你发觉 原来西医治癌的成功率 是非常之低的 但是 没有作用 为什么呢 他已经信了 他信了 变成了他的行 他的信 影响了他的观点 什么观点 西医有用 当他有了这个观点 他很自然 如果他有癌症 他会去找西医 你会跟他说 喂 不需要 你用一些自然疗法 像我所说 喝些梳打水 吃些生的蔬菜 水果 会帮到你的 他不会做 我记得你刚才说 有个例子 有个人 生癌症 虽然 复发过几次 都不好 他就来找你 你就给他一些建议 他说 让我考虑一下 结果那几天就死了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因为他从小到大 那个信不是信你的东西 他信了媒体 医生 朋友 老师 爸爸妈妈说的 西医有用 西医有用 他信了 所以他的观点 就是西医有用 然后他的行为 就是找西医 明白 是一连串 所以信 在我们日常生活 我觉得是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 嗯 今时今日 电视 那个广告 拿来做什么 就是影响你的信 嗯 哦 什么什么明星又用这个 什么什么人用了这个 皮肤很漂亮 你一见 你信了 你就很自然 就会去买他的产品 嗯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其实 跟他拍广告的人 他本身的皮肤已经很漂亮 他不是因为用他的产品 而使他的皮肤漂亮 而是他因为本身漂亮 所以 找他来做这个广告 是 那些人没有去想过 他没有去思考 嗯 他就信 影响了他那个 view point of view 观点 所以他的行为 就很自然 就去买那些产品 嗯 今时今日 所有媒体做的事情 就是影响 我们那个信 信 什么 嗯 包括宗教 嗯 宗教一个很重要的 concept 是什么呢 我想香港人 很多人都知道 信者得救 嗯 什么意思 你要信 你不可以怀疑 嗯 嗯 我迟些有机会 我会讲一讲 懷疑这件事 好了 信 暂时说到这 第三样影响我们的行为 就是经验 比如我举个例 是 十年前 我一次晚黑行街 被人打劫了 嗯 我以后就 由这个经验 我知道 晚黑行街 很危险 所以我就不去野街 嗯 由这个经验 而影响了 我有一个view 一个point of view view是什么 很简单 晚黑行街很危险 由这个view 就使到我的行为 是什么 我晚黑就很少去街 就这么简单 嗯 由经验 我们也影响到 view 所以 再总结一下 其实影响我们的view 只有三样东西 我这个是一个simplified model 简化了 因为其实 再详细一点的model 里面还有一个area 叫做needs 需要 嗯 我暂时就不讲这件事了 因为需要 都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只是小部分的人 譬如你是 试酒 吸毒 或者是有某些 精神上 所谓精神病 即不是很正常的那些 对这些人来说 这个needs 就很重要了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这个needs 就不是很重要的 虽然都在 在这里 最主要就是 这个 genetics believe 和 experience 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就大致上来说 就影响了我们的view 我们的point of view needs 都在里面影响我们的point of view 这部分我暂时不讲了 由这个view 就影响了我们的action 整个flow chart不仅如此 为什么呢 它有个flow back mechanism 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一个回馈系统 一个回馈系统 engineering 我们通常都说 一定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这个feedback mechanism 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lock死它 锁死的行为 譬如很简单 你那个电视机 或者收音机 你调教电台的时候 当你调教到准备的时候 它一定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来锁死这个frequency 如果不是 它会drift 它会变的 会变的 那个frequency 一变的 你就听得不清楚 所以 所有engineering 的design 一定要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作用就是锁死它 锁死它 它不会动 例如像电梯 它去到那层楼 它就自动会停 并且停的位置很准 那么 它就一定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的circuit 来stop它 让它不会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明白吗 很危险 所以feedback mechanism 在所有engineering 都有用 在这个flow chart里面 一样有feedback mechanism 例如我举了个例子 你有经验 晚黑行街 被人打劫 那你有个action point of view 就晚黑行街 很危险 那action 你就晚黑行街 然后呢 你有时看电视 有谁晚黑行街 又被人打劫 那你就立刻和自己说 蛤? 我告诉你 晚黑行街很危险 明白嗎 就是你 因为你 已经有这个观点 你就很留意 这些新闻的 我说 我的想法又对了 所以呢 你就叫了你的亲朋戚友 不要走街 很危险的 明白吗 因为你有这个观点 所以你一看到这些新闻 就re-enforce了你的观点 这个就是你的feedback mechanism 信是一样的 一样有feedback mechanism 如果我信某一样东西 譬如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 我看电视 rebox 那些球鞋 很威力的 我买了 穿了一对 哇 真的 好像全街的人都看着我 那你用一个feedback 究竟那街的人是否真的看着你呢 未必 但是呢 你看出去 你好似以为 个个都留意着你 那你觉得很开心 飘飘然 哇 真的哦 穿了这双球鞋 真的很威力的 换句话说 你的信可以影响你的view 影响你的action 然后又有个feedback mechanism 就是lock回死 让你永远都以为 这个信是对的 尤其是宗教 宗教只不过的信 影响了你的view 即是你看出去世界 是由你的宗教 是color了影响了你 如何看这个世界 人际关系也好 社会结构也好 什么都好 然后当然影响你的行为 这个行为 然后呢 你也会留意得到 你看看什么教友 他信了教之后 他有这也好 首先我要解释给大家 我不是攻击宗教 我不是说宗教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不过指出 宗教为什么 有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 就是因为你有 一个feedback mechanism 来reinforce 你的belief 为什么宗教 很多时候 他鼓励 一些人去参加 他们的活动 因为你 已经有那个view 之后 你参加活动 就会让你观察到 一些东西是reinforce 了你的belief 让你更加信 你认为 这个东西是真的 嗯 明白吗 是 因为他一reinforce 你就不会摆脱这个信仰 你不会离开他 因为是lock死了 这个feedback mechanism lock死了你 好了 我大致上说了一个很简单 simplified的flow chart 就是我们人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每一个人 有他自己由小到大 听回来的东西 妈妈、爸爸、朋友、老师 然后跟着社会 所有媒体 说的东西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影响了我们一个信 我们信的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的经验 由小到大 所有的经历 暂时就不说genetics 那部分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绝对 就塑造成 每一个人 一个独特的point of view 观点 当然 如果 你说 香港人 一起在香港的环境长大 大家的point of view 是有很多 overlap 共同点 为什么呢 因为 experience 和 belief 有很多是相似的 但是如果 你拿一个香港人 和一个阿拉伯人 来比 你会发觉 你的point of view 很多 就不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 belief 和你的 experience 都很不相同 所以你们的point of view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就是换句话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人 的point of view 是有很多重叠的 但是 一样有它unique 即是独特的地方 不是完全一百分之一百 一样 我的view 和你可能有很多重复的 即是相同的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和另一个人 比 这个人是住得很远的 在地球另一边 那我们 不同的point of view 就会多很多 OK 那我们每一个人 那个point of view 对我们来说 这件事是对的 是真的 而不是我们有这个point of view 再加上我刚才说 每一个point of view 都有一个feedback mechanism 一个回饰系统 将它锁死了 那你想改变你的point of view 是很难的 改变不了 我举个例子 有些人喜欢吃烟 因为我亦做过这个实验 你问他 为什么你继续吃烟呢 我以前也问过 我真的问过这些人 他说 吃烟很威胁 我说 那你不怕感染症吗 怕什么呢 人怎么也会死 早死和早死死 没关系 这个 这样的说法 就是我问这个人的point of view 他的观点 对食烟的观点 如果他有这个观点 存在的时候 他不会戒烟的 他不会戒烟的 在里面 这个循环系统 他锁死了 那你叫他戒烟 戒不了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才可以戒烟呢 就是他有一个新的point of view 他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观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观点 是由我们以前 学的东西 所谓believe 再加上我们以前发生的经验 而产生的嘛 是不是 以前believe的东西 以前妈妈教的东西 早已教的东西 是改变不了的 以前发生的经历 亦发生了 亦改变不了的 那我们怎么可以改变point of view 是很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point of view 是有它的背景 有它的来源 换句话说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point of view 是合理的 其实我们说的合理 就是有理由 就是我们的believe 和我们的experience 那我怎么才可以改变point of view 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很难很难改变我们的point of view 所以我们也很难改变我们的action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的action和point of view 是合理的 我们改变不了point of view 是改变不了action 那我们唯一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整个simple science of being 最重要的concept 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创造新的观点 什么意思 无中生有 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理由的 这个新的观点 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支撑它的 我举个例 一个比较荒谬的例 桌子是用来做事的 办事的 或者是吃饭的 可不可以在桌子上跳舞呢 如果我跟你建议 在桌子上跳舞 你即时会说 有没有搞错 神经病 是吧 桌子是吃饭 还是办公的地方 怎会在桌子上跳舞 换句话说 你的观点 就是桌子不是用来跳舞用的 明白吗 所以你不会在桌子上跳舞 那你在什么情况下 会在桌子上跳舞呢 就是你真是 不理好那些构本的想法 以前的想法全部摆开 摆开做一边 然后作为一个无中生有的观点 是不合理的 试一下吧 没所谓吧 玩一下吧 是作出来的 是create出来的 无中生有的所谓 是没有理由的 当你可以产生这个观点的时候 你就很自然 就可以在桌子上跳舞 我现在想讲讲一个 真正我自己做的实验 在很多年前 当我在发展整个模特性 我有一次很晚了 差不多12点 我坐地铁在香港 这么晚的时候 地铁没什么人 有些乘客可能下车的时候 就放了一些布纸 在椅子上 放下了他不要 放下了他不要 他就下车 因为车很空 是的 一架车走的时候 风是很大的 把布纸吹到四围都是 我当时坐在那里看到 整个车 整个车厢 只有三四个人 我就坐在那里 我就想撿起布纸 我即时留意到 我有一个很独特的观点 观点就是 不要了 不要收拾 那为什么呢 我再观察一下 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如果我收拾 那些人以为我扔的 那些布纸 吃死猫 死也不肯 第二个观点就是 就算他们知道 不是我扔的 就算他们知道 不是我扔的 我好像很乖 很欲酸 被人看到 你这么乖 我就想 不要收拾 很简单 因为我有这两个观点 我就不会去收拾 这个布纸 很简单 第一就是 怕被人 弄错了 以为是我扔的 另外一个就是 就算他们知道 不是我扔的 你这个人 懒乖 懒乖 不是 都不要收拾 那我自己 就问自己 我可不可以 创造一个 新的观点 使我会去收拾 这个布纸 那我即时 就创造一个 新的观点 那我创造了之后 我跟着 很自然 不需要强迫 我就去收拾 这些布纸 那你猜一下 我当时创造的 什么观点 即是 即是 随便猜一下 没什么所谓 你猜一下 那不要让他在你面前 吹到你 撞到你 当然 这些都是可能的 知道吗 但我当时 创造了一个 很简单的观点 就是 嗯 有免费报纸看 嗯 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一想 有免费报纸看 那我自己 撿起来看 看完之后 我下车 就丢了垃圾桶 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 嗯 因为如果 本来那两个观点 在那时 你叫我去收拾 我觉得很难为情 嗯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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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但我创造了一个新观点 无中生有这个观点 嗯 我自己作出来 我一创造了这个新观点 我很自然 就去收拾这个报纸 不觉得难为情 不觉得难为情 倒了之后 还看 看完之后 到我下车 那我就丢了垃圾桶 那当然这三个观点 有原因的 有分别的 是不是 因为你第三个观点 是对你是有利的 第一第二个是没有的 那就是 你制造一个 是一个积极的观点 那你会出採取积极的行为 是不是这样意思 你可以这样来看 就是无论你怎么看 你总之有一个 就是我创造一个新观点 这个新观点 使到我有那个行为 那个行动出现 就是那个要点 就是在这里 无论你什么观点 因为我刚才说过 任何的事物 有无穷尽的可能观点 所以你这个观点 无论你怎么看它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观点 那既然有很多观点 不是所有新的观点 都会令你做这个行动 是的 没错 你一定要做一个观点 使到你会有这个行动 就是我刚才说过 你反过来 你由那个行动 而了解应该是什么观点 而会导致你做 是的 你反过来 reverse engineering 反过来 去创造这个观点 明白吗 是的 所以你这样就很容易 创造这个观点 你一创造这个观点之后 你的行动就自然出现 我再给你另一个真实的例子 这个我自己亲身用的 这些方法 我一日到刻都用 是的 我以前 我也跟你说过 就是做过很多 自己创立的公司 创立我当时 需要在很多人面前演讲 嗯 你知道我还没有受过演讲训练 嗯 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害怕 是 哇 在这么多人面前 已经说我行不行 我又没有练过 也不知道怎么说 明白吗 所以我很害怕 那我立刻创造了一个新观点 嗯 使得我很自然 就可以在 我想一想 其中一次最大的演讲 应该是六百多人听我说 嗯 六百多人 很大一个场面 是 我说完之后 很多人上来跟我说 哇 你演讲得非常好 很自然 嗯 听得很舒服 那 你猜一下我创造了一个什么观点 首先呢 我先说一说 为什么 我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很害怕 不敢在人面前演讲 在群众面前演讲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 我发觉我的观点就是 哇 那么多人看着我 每个人都在衡量我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被人笑到面都黄上 明白吗 当我有这个观点的时候 你说我敢敢说话 嗯 没可能的 是吧 几百对眼睛看着我 我哪有敢说话 我说错了话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所以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人多面前是很怯场的 不敢做所谓的 public speaking 那我创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 你猜一下是吗 在很多靠你 就是靠你 public speaking 那些 有很多 改变你的观点 最简单的观点 就是当那些人 是你的很相熟的朋友 聊聊天 这就是我创造的观点 就是这个观点 我就当这些人是朋友 我跟他们聊天 只不过他们坐在下面 我站在上面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观点 我变成一个很出色的演讲家 因为我在大陆也演讲过 在香港也有很多大场面演讲过 每个很多时的feedback回来 哇 你演讲非常好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创造了新观点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只不过跟他们分享 我有一些心得 是 那我很自然 就可以讲得非常非常流利的东西 听到那些人 也感觉到 明白我想讲的是什么 是 所以我今次讲这些东西 是非常有用的 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听众 都可以 譬如你碰到一个困难 你是解决不了的 你一定要问自己 OK 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 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 即是观点是什么 是同样的一件事 当你问自己原因是什么 就是换句话说 观点是什么 当你明白了这个观点之后 那你就要问自己 我要创造一个什么 新的观点 而使我可以改变这个结果 即换句话说 我改变我的行动 因为结果和行动 也是连起来的 我有观点 接着有行动 然后接着有结果 所以行动和观点 也是直接连成一体 你要问自己 你要问自己 我要创造一个什么 新的观点 使得我的结果是不同的 当你一看到这个观点是什么 你愿意去创造它 无论你的脑后面在想 这件事 行不行 有没有理由 所有的东西 你放下它 你不要想它 总之 原来我这个观点 使得我会有这个结果 你就创造它 一接受这新观点 你的行为 很自然就会改变 然后你的结果 也很自然改变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件事 当然要练习 为什么呢 首先 很多人根本看不到 自己是有观点的 根本他看不到自己是有观点 当他看不到自己是有观点的 当他看不到自己是有观点的时候 他怎么可以 创造一个新的来改变它 不是改变 而是代替它 创造一个新的来代替它 没有可能的 因为你对他来说 事实是这样 那你就死了 他在潜意识之下 他不知道 其实他的观点是这样 是的 他看不到原来 他的观点是这样 而对他来说 是这样 那就死了 那就绝对没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看到 原来我的观点是这样 当你明白了 原来我有个观点是这样 那时 你有个可能性 就是创造一个新观点 还有一个东西 我刚才提了一下 不要尝试去改变你的观点 因为为什么 你的观点和你一生的信和经验 是连成一体的 那你一生的信和经验 是改变不到的事实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尝试去改变你的观点 是很难的 改变不到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创造新观点 那创造和改变的分别呢 如果你想想 很大 因为如果我创造新观点的时候 我这个新观点和旧的观点可以同时存在 我不需要破坏旧的观点 例如我旧的观点是坏人 我可以创造一个新观点 虽然我是坏人 不过我也可以这样做 虽然你是坏人 但是你也有好的一面 这个是创造出来的 无中生有的 和我以前的经验没有关 可能你以前欠我很多钱 又是坏人 我很多证明 证据确作证实你是一个坏人 我很多了 所以你要我改变观点 你不是坏人 改变不到 但是呢 我创造一个新观点 你也有好的一面 为什么呢 我不需要否决我以前发生的事 我不需要否决以前的经验 不需要否决以前信的事 但是呢 我就可以很容易创造一个新的 新的观点和旧观点可以同时并存 为什么呢 记不记得我开始的时候 我问过你 有多少可能观点就是无穷尽 换句话说 如果说任何事物呢 你可以用无穷尽的观点去看它 换句话说 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可能的 没有一个是错的观点 这是最主要的道理 在后面 就是没有一个观点是错的 所有观点都是可能的 那当你不需要否决你旧观点的时候 创造新观点就容易很多了 然后你就将两个观点都同时并存 你只不过暂时将旧观点摆在一边 那你由这个新观点就引起一个行为 一个行动 而引起一个结果 我以前教过有些学生的时候 有些人就举手问我 他说 老师 如果是这样我打结银行行不行 我说可以 我说我创造一个新观点 打结银行可以的 那行不行 我说可以 但是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每一个观点 引起一个行为 引起一个后果 那你如果创造一个观点 是打结银行是可以的 那引起你的行动 就是去打结银行 再引起一个后果 你就被人捉了去坐牢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结果 你可以去做 就是换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一个观点 都会引起一个结果 那我就建议各位 当你创造一个新观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 那个结果是什么 而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结果 就是换句话说 用这个结果来决定你的观点 就是你要创造那个观点 不是你以前的观点 不是旧的观点 因为旧的观点 旧的观点是和你的 belief 信和经验 是从那里产生的 那些观点是无穷尽的 任你怎么创造的 任你怎么创造的 那你就要小心 你怎么小心 就是从那个结果 作为一个出发点 你这个新观点会引起什么结果 再举个例子 今时今日年轻人 很多人有一个新观点就是 嘩 读品试下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新观点 知道吗 当他有这样的观点的时候 他很容易就会尝试读品 那有引起什么可能的后果 上瘾 坐牢 这些是可能的后果 那我就奉献 劝告各位 就要考虑清楚 为什么 这个结果 你愿不愿意去接受 如果你说 喂 我不想坐牢 我不想上瘾 那你就要 创造 即是要反过来 来知道 你应该创造 一个什么的观点 嗯 那变成了 你对你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结果 就有一个控制的能力 今时今日的年轻人 为什么很容易去吸毒 那些问题 就是因为 他们或者听了那些朋友说 他就有一个新的观点 形成了 这个新的观点 使他尝试读品 然后引起那些后果 到后果来的时候 他们又不想接受 为什么呢 他当他形成这个观点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的后果 他不知道的后果是什么 明白吗 所以我就建议 那些人 当你遇到一个问题 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从那个后果去想 我想创造什么的结果 然后反过来 那个结果引起什么行动 然后由什么行动 应该是由什么观点 去驱使这个行动 这样呢 你的生命里面 所有结果都是你想要的结果 而不是一个所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使到我们生活里面 所有结果 都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而不是一个好像偶然 或者命运不好 而产生的结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绝对有能力 去创造 我们想要的结果 因为时间就很紧逼了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我现在暂时提一提 我就不深入去探讨 有四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想趁着剩下的时间 我想说给各位 很重要的这四个观点 我希望各位用笔写下它 然后呢 你无论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都不要紧要 你总之记住它 现在 然后日后 你用你的日常经验 再去了解多一点 这四个观点 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叫做诚信 诚信 英文叫做Integrity 你可以大致上 就是说 是两个东西加上的 诚实 和信用 即是不要吹大炮 对人说过话 就要有手信用 要诚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没有了诚信 当你经常是吹大炮的时候 你望出去的世界的观点 是distort了 变了形 就好像我给了一个 很高近视的眼镜 你戴着 你是无法走路的 为什么呢 你望出去的世界是变了 变了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做不到事情 当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他望出去的世界 是改变了的 所以这个人的办事能力 是大大降低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暂时就不深入探讨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叫做责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一定要再重新解释责任 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用这个字的意思 和其他人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不同的 我说给各位听 我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事 是我造成的 我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我说的责任就是 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 是我个人造成的 这个叫做责任 这个责任暂时来说 因为很多人都说 有没有搞错 明明不是我做的 你要我认 不就自己吃死猫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暂时就不会有足够时间的解释 其实这件事是真的 但是我暂时没有办法证明给各位听 我建议你们创造这个观点 创造这个什么观点 就是所谓负责任的观点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 都是我做出来的 无论你认为有你或没有你 记不记得我刚才说的理由 就是跟我们以前的信和经验是连续的 那就是我们的理由 我不理他有你或没有你 总之我是接受这件事 接受什么 就是责任 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 都是我造成的 我希望大家写下我刚才说的 那第三 很重要的观点 就叫做 inquiry 探讨或发问 去怀疑 探讨或怀疑 Inquiry 就是我最早期说过 所谓信 刚刚相反 信呢 当你信一样东西 你不会去怀疑 当你怀疑一样东西 你不会去信 第三 就是怀疑所有的东西 包括什么 包括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包括你以前学到的东西 任何东西 包括你以前认为这东西是对的 都去怀疑 那你用怀疑它 是以什么来做准则呢 我教大家 当你怀疑一样东西 在那时候 你最后的准则去衡量 是用的所谓结果 来衡量 我刚才举个例子 你以前是信西医是有用的 你现在可以去怀疑西医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不断这些东西 当然最好就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因为你找到的资料 未必是准确的 你如果信了它 不就是一个信 但是当你自己亲身经历 那样东西 你就知道这东西 有用也没用 即是要换句话说 任何事 你可以用结果来衡量 你未做到那一步的时候 你一定要首先要怀疑 无论你认为这件事对 或者错 你也要怀疑 很重要 因为第一 诚信是一个基础 第二 责任是使到你 可以有能力控制你周围的事情 第三 怀疑或者探讨 是使到你的眼界开阔 你的awareness 会 expand 即是换句话说 你所明白的东西 懂的东西 会增加 慢慢慢慢一路扩大 你越学就越多东西 第四 就是服务 当你有这样的能力 当你有这样的awareness 这样的知识 用来做什么呢 最后就是为其他人服务 我刚才说的那四个 英文就是 第一就是integrity 第二就是responsibility 第三就是inquiry 第四就是service 那个acronym 就是I-R-I-S I-R-I-S I-R-I-S 即是眼珠 Inquiry sorry Integrity responsibility Inquiry Inquiry Service 这四个 其实都是观点 但这四个是一个很独特的观点 是非常有用的观点 你们可以创造这个观点 当你创造这个观点之后 你就会发觉 你们每一个人 解决问题的能力 会大大提高 创造你所想要的结果 大大提高 你那个awareness 你的知识 即是你所了解的东西 会大大提高 当你做到第四步的时候 Service的时候 你享受你的人生 那个乐趣 亦会大大提高 所以这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四个point of view 很unique的point of view 好了 我想时间今天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详细的东西 我暂时就没有办法去探讨 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 就可以继续去研究 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我们用了这个方法 可以创造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 包括 经过我的研究 最后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话 最后就可以真真正正創造一个 英文叫Utopia 或者中文叫大同世界 这个是绝对可能 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每一个人 都去做这些东西 当你愿意做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你很自然 这个大同世界就会出现 不需要强迫 不需要任何制肘 不需要任何勉强 你很自然就会做 这个大同世界就自然就会出现 并且你每一个人的生命 会很快乐 你那个办事能力很高 你了解的东西很多 你 生活会变得非常之美好 这个是我一个承诺 好了 通常我是很习惯 都是在后来 将整件事总结了 但大家都听到了 刚才James 他用一个很清晰 简单 按一步一步 很有逻辑地 将他 那么多言 他由他自己的经验 在美国的家庭 和婚姻的经验 是导致他开始在这方面不断地探索 而他最终 是能够综合了他的心得 来到 用朝鲜 即是可以说 一个 他说是说到 一个小时 不够一个小时 让他说 将整个重心 是说了出来的 所以我都不需要 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其实他是很清晰的 当然 有时候 如果大家还是发现 可能未曾那么深入到肉 即是 appreciate到 刚才James所说的 做人的道理 的深度 你们可以重复再听 有时候 你一路听一路听 起码将他所说的步骤 因为他现在是说做人的科学 所以你防真科学的东西 我通常是说一个很清晰的步骤 如果你这样做 是得到他的 承识的结果 就是那个 utopia的结果 那大家不妨 就是把这个 实用在自己的生活方面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提升到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还想补充一下 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 譬如你尝试用我这套方法 在你日常生活 想解决某些问题 而碰到有困难的 是 请你们Email 英文中文都无所谓 然后 我们会 有机会 我就会 再去解释 逐个逐个去分析 如果你们有机会 可以打电话 进来问易得 是一个互动的形式 我会分析你的情况 然后 就帮助你 如何可以创造新的观点 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些实例 那 James 可以根据你的例子 他是示范 他如何用科学的几部曲 去解决你 你遇到的问题 但是 James 写了一本书 The Simple Signs of Being 大家想去Amazon 都可以买得到的 The Simple Signs of Being 他用的名字是 Jim Chu C-H-U 好了 那我们今天时间 其实都过了一点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收听 亦的多谢 James 今晚又和我们 来分享 他的所谓 那么多年的心得 OK 好 多谢大家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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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